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在上个月17号生的三只 上一次我们拍的视频呢 他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室外啊 还特别的老实 然后现在第二次 看也已经这个长大了 45天了 然后这个都已经对外界很熟悉了 跑来跑去的也不害怕了 今天呢我们要给这个小狗狗 接种第一针的忽利维加巴子疫苗了 多可爱 现在这个小男狗 接种第一种摘的疫苗啊 要40多天 因为这个 呼之为加巴 他的这个 疫苗的第一次 首免的时间 要稍微长一些 要比其他的疫苗呢 要长个十几天 正好这几只小猩犬呢 已经断奶这个五六天了 一周 断奶一周之后呢 他身体在免疫这个抗体啊 母源抗体在面慢慢的消失 这个时候要给他接种疫苗呢 是最佳的时候啊 身体各方面条件 是否到了这个 疫苗接种的这个最佳的时候啊 包括这个近期有没有拉锡啊 有没有有吐啊 或者有没有身体这个 是不是啊 不健康的表现啊 达到接种疫苗的标准 他就应该 马上接种疫苗了 接种完第一针的疫苗之后呢 再过十五天到二十一天的中间啊 这一周内啊呢 选取一天这个好的时间 给狗狗接种第二针 然后接种完第二针之后呢 再过十五到二十一天 接种一三针 这三只小狗狗呢 这个 是我培育的大熊的酸带犬 第二我酸带犬 他的妈妈是一只黑柴 爸爸呢 是这个 柴犬 大熊 和小丸子生的这个 柴犬一一 爸爸很可爱的 你看 这三只小狗狗 特别像小熊 并且这个结构是非常好的 再看这小柴犬 他的结构很好 都特别小巧 你看 他的小肚子 特别的干净 看 他身上这个毛啊 大家可以看啊 他很厚 就跟那个绒毛 因为在冬天生的嘛 是吧 他就很厚 哎 你放下去 你看 我完全不害怕这个人类了 完全不害怕一些新鲜的事物了 这就是初步的社会化 小奶柴犬 并且 这家这小狗的体型啊都不大 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啊 看 都都很小 都很小 你看 结构非常好 你看 大家可以看 看看很小巧 你看 尾巴呢 尾巴呢 都是随他的爷爷 尾巴全部跟他的爷爷一样 没有这个 第二卷的 你看 铺状有力 还有这个 下高 哎 大家可以看这个 他的结构好不好 吃狗粮吃的肚子饱饱的 哎呀 太跳屁了 来过来 哎 这个这个耳朵呢 还没理起来 这个是 呃 比较这个大的一只 哎呀 哎呀 你看这个 他这知道现在我是跟他玩耍 然后你看狗狗他表达这个 跟主人啊 玩耍的这个 这个行为的时候啊 他就用手 用他的这个前 残脚掌 或者用这个鼻头啊 用嘴巴 来这个 和人类玩耍 这是他 这个玩耍的一种表情 并不是说他咬人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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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给换回来 现在给这一只小铠 给打鱼鸟 第一只 轻轻的 不要动啊 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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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疼了 他疼了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别叫了别叫了 别叫了别叫 乖 乖乖乖乖啊 一个 笑一个 现在给第二只打鱼鸟 看看这个小狗 乖不乖啊 哎 看看他乖不乖 哇 这个小狗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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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叫 这是河南的了 他不叫呢 哎呀 乖 你揉一揉 来 给主人看看 眼挠挠 特别痒呢 给第三只狗狗打一秒 小开 你是最后一只 看看你乖不乖 来 这个 不要叫不要叫 这个也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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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叫 好了 我们这第一阵的一秒已经打完了 然后和大家说一下 就说狗狗一秒接种之前啊 这个 要打到什么样的健康标准 才能给接种 第一个就要看他 他月龄是否达到了 因为每一个疫苗 他的这个接种时间啊 他这个周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看狗狗 近期呢 是吧 是否有这个身体不舒服啊 感冒啊 或者是这个 垃圾的症状 这个时候是不能注射疫苗的 就是说 等狗狗 小奶狗呢 这个健康 必须要达到这个 最佳状态 才能给他注射第一阵的疫苗 首先这三个小奶狗呢 这个 从出生 然后到吸奶 然后到这个 狗粮过渡 是没有出现过任何垃圾的 非常成功的 因为这个给他们吃的这个狗粮啊 奶粉啊 并且益生菌啊 都是我 然后养狗这么些这个年 积累积攒下来的经验给他调制的 所以说 这个狗狗呢 我们就要保证他的营养需求 是他的尸口性 也要保证他怎么才能不拉西 你像这个小狗刚打完疫苗 他脖子后面 他痒痒的 他特别痒 因为就像 他没有打过针啊 打针之后他会害怕 他有一点儿疼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等到他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啊 他就不疼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 狗狗接种完疫苗之后呢 我要观察他15分钟到半个小时 因为有些狗狗 有千分之一的这种几率 他是疫苗过敏的 当出现疫苗过敏的时候 我们要及时给他 进行这个是吧 解敏 哎小可爱 你看 大家可以看 他可爱吗 过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哎呀小狗 很可爱 你看啊 这两只柴犬啊 耳朵立的比较早 这个耳朵还没立 其实这都无所谓 没有关系的啊 他早晚都会立 其实不需要关注他耳朵早晚会立的问题 因为只是他耳朵早晚立啊 可能在小的时候看起来更精神 你像这个 呃 我犬舌大熊的后代啊 他的立而普遍比较晚一点 要三个月之后才能立 然后这些小男狗打了疫苗呢 呃这个 我们 再过个十多天吧 要给他再去一次虫 去完虫之后呢 再过个三五天 再给他接种疫苗 接种完 再给他接完疫苗之后呢 再过个十五天二十一天 再给他接完疫苗 然后啊再观察了一星期 他出发去新家了 用航空箱运输 空运直达 很方便很安全 来过全社呢 是吧随时能看到小男狗的成长 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 呃这个 或者他这个小朋友 问他的小男狗的成长记录啊 呃 和我说的时候 我就立马给他们拍过去了 能让这个朋友们放心吧 全社透明 这个狗狗的父母信息透明 等下狗狗们这个日常 是吧 喂羊也透明 你看 那个他就是属于玩耍 他现在呢还小 是吧 两只小公狗 玩耍 他打不起架来 等到他大一点点啊 他就懂事之后 他可能 你看老大把老二咬疼了 老二他就咬他 就打着打着就玩起来 就跟小孩子打架是一样的 但是 他玩着玩着就会忘记了 哎小可爱 小可爱 这个小迷你 哎呀 这个可爱 你看他这个耳朵又下去了 就是说他利耳呢 这个 就是这个 忽快忽慢的 有的时候一下子立起来 有的时候又下去 这个也没事 也不要着急 是吧 只要他能这个健康成长 到达一定的时间啊 他就会这个正常的利耳了 然后我们已经打完疫苗 等会呢 把这个疫苗本给他这个写上记录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再见 来来来 下个儿